本短片为关以后的众雷心得 会有很多的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与预告分析 可由右上角的连结过去哦 最后生还者 从未来到第一季第九集的最后关卡咯 前进到了犹他州的盐湖城 春暖花开遇见了长颈鹿 乔尔跟艾莉之间一种没说出口的断舍离 老爸把后女儿的心情 一起来看看这个微妙的结局 好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不管是再好看的剧 也会有结束的那一天 最后生还者终于来到了第一季第九集的关卡了 玩过游戏的朋友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随着神剧第一季的最后一集 还是要有始有终带大家来看看 最后的下场是如何 而一开始先想回顾一下第八集的结尾 第八集的最后 我们看到了当时还是冷舍的冬天 一湖度假村这边 是在艾莉挂掉了大卫之后 让人非常感慨又心疼的 一整个近乎未定的艾莉刚刚好 乔尔这时候赶过来 拦住艾莉并紧紧抱着她 总之呢 不仅乔尔神奇痊愈 也象征过来冲冬花开 他们就这样继续前进到 最后一关的掩护城 不过在看到乔尔跟艾莉 最后这一关卡之前 影集的特别范围片 来看一段之前艾莉老妈的经历 来看到了剧情再度拉回到过去的一段闪回 这是当初艾莉的老妈剩下艾莉的一段过往 而艾莉的老妈是由艾希莉强生饰演的安娜 艾希莉强生其实也就是游戏里的艾莉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蛮有趣的几个对比 是吧之前饰演游戏里面的几个主要角色演员 有一种大风吹方式 个别都在这部剧里面出现的 然后这一段就是当初大肚子艾莉逃出来 看到不仅冒险穿过树林 来到了这座木屋这边 也看到了在孤立无援的状况之下 艾莉不仅一个人挂掉了一只袭击她的感染者 也是非常坚强的自己生下了艾莉 啊 大家不是觉得这一段也生的太坏了吧 前一秒杀上尸的时候还是大肚子 挂掉上尸之后 下一秒就听到艾莉呱呱坠地了 不过也是非常不幸的 接下来 安娜发现她大腿被咬到的伤痕 这段是游戏里面没有的剧情 来看一下创业中间 尼尔德鲁克曼的说法 事实上她认为探讨安娜的故事 纳入影集是非常重要的 曾经在游戏发现之后就写了一段安娜的短片故事 原本是打算可以改变成动画短片 或像莱莉回忆那样做成提供下载的资料片商节 不过这些都没有实现 所以咯 趁这边这个机会 借由这一段安娜的故事 也是把艾莉莉强生放进来参与这部影集的演出 然后呢 处境是现实而且非常残酷的 就在安娜被咬伤之后来到晚上 才看到刚刚那约好的玛琳带了几个人来到这边 那么前面有介绍过 这边再补充一次 没有当得离奇 饰演玛琳是唯一没换角色的 她同时也是游戏的玛琳哦 而玛琳这时候踩到这边 当然已经来不及了 他们看到伤口 虽然安娜还没发作 也看到在这 安娜把她小宝贝托付给了玛琳 如果问W的话 W个人是真心认为 玛琳真的真的完全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啦 尤其跟我们恰好比较起来 真的差太多了 在这一段过去安娜故事 这边看到了 安娜都为玛琳是把玛琳当成值得信任老朋友 并把她刚出生的小宝贝就托付给了玛琳 但至少现在回头过来回顾这一段 当初演习第一集 看到了玛琳跟艾莉的谈话来看 之后玛琳是把小宝贝的艾莉就丢在对策局 看起来也可以说 之后玛琳就没管艾莉了吧 基本上那时候艾莉被抓到火银基地时 玛琳应该是根据了这边 这把折叠刀认出艾莉的 这边看到了 这是她老妈留给艾莉的遗物 游戏里面 这是一把无敌万用不会坏掉的折叠刀 也知道前面玛琳没跟艾莉聊太多她老妈的事 这边就看到了 当初就是因为她老妈被感染 是一个不得已的苦衷 最后是玛琳开枪毙掉安娜的 在看过老妈安娜脱孤的故事之后呢 剧情接着就转回到了乔尔跟艾莉这边 或许因为越来越靠近岩湖城 艾莉是弄有所思 即使看到乔尔是刻意在讨好艾莉 乔尔秀给艾莉看她找到通信本罐头 平之游戏 但艾莉就是完全提不起进来 是不是因不确定后面状况 而心情感到了忐忑不安 过来让艾莉开心起来的是要在进入市区之前 原本他们只是要爬到一个高处来观察形势 不过还蛮幸运的 首先呢是艾莉在建筑物里面发现了 外面有一只长颈鹿 就如同游戏里面看到了情景那样 游戏中乔尔带艾莉摸长颈鹿 这边是未长颈鹿 不管如何就是这一段让大家很感动的经典场景 不仅就如同老爸带女儿来到动物园 例如看到长颈鹿那种激动 看到这群奇妙动物 那是一种仿佛的世界就这样暂停在一个祥和的美好 一部分是遇到长颈鹿的这一幕场景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屁事带给了一些勇气吧 而既然还有几段乔和艾莉的谈话之后 是让艾莉终于下定决心要来面对接下来的这一切 可以看到这很不容易 乔愿意对艾莉敞开心胸 乔之前是石头全国不提沙拉投上了伤疤的 不过就在越来越靠近他们要去的医院目的地 乔开始会跟艾莉说到这一些 过去一度在沙拉不在之后 她绝望的心境也一度想要开枪自尽 但后来没有真的避掉自己 只又下了那一道吧 乔和伤口并不是时间治愈的 因为经过这么久 前面乔和还是一直放不下沙拉 而后来治愈乔和德 其实呢就是艾莉 他们两个都不是善于用言词来表达这些情感 所以可以知道在经历过了这一切 就在这一幕眼神的教会 彼此间相互了解 内心想必都有很大的激动起伏吧 两个人也都很庆幸 事情发展到目前这样的状况 老师说呢 他们认为本来火影给人很厉害的感觉 什么一些对抗集权 重新建立一个更好的环境呢 机器人方 黑免疫的解药 疫苗的美好理想之类 但乔和艾莉冒险 整个一路下来 不仅在波士顿交付任务给乔和之后 看到了火影的人表现很烂差 他建议的没建议 整个路程中 后来几乎就都没看到火影的人 更慌中间是都没看过 火影有提供怎么样的资源 呃 光明这几点就让人很火大了 竟然再来到阎谷山这边 终于有人出现了 但却是来阴的 火影的人从背后偷其乔和艾莉 所以也就这样 不用自己去找圣马力医院 接下来乔和醒过来时 就已经是在医院了 也不枉费 打不前面先表过了马铃跟火影 不仅是整个过程中 没有出到任何一点力气 现在更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 而不择手段 透过马铃的说法 乔尔在醒过来之后才知道 他们正要对艾莉动手术 为了制造出解药 他们决定了要牺牲掉艾莉 好了 根据马铃的说法 他们一声说 虫草菌长在艾莉的大脑 应该是刚出生时就开始 导致了其他虫草菌以为是同类 所以即使被咬到 也不会有发病被感染的状况 而他们又对艾莉进行的手术 是要从她脑袋取出可以培养 制造解药物质 但这样等于是要挂掉艾莉 是不是这一整个 确实是让人非常老怒呢 不许是前面过程完全没处理 这边想现成的 手术前没够试给艾莉知道 也没经过跟强调讨论 就扛着为了拯救世界 这样大棋要牺牲一个小女孩 说实在的 达莉认为 玛琳根本没有资格再提到 她曾经答应安娜 要救她小孩的这一段 因为毕竟玛琳对艾莉之间 从来没有过一个羁绊 虽然是诺 但可以说没有实质照顾过艾莉 当然也没有过任何情感的存在 所以才会那么人邪 为了达到目的 就牺牲掉艾莉 而也就这样 不爽的敲尔大叔开杀咯 一整个义无反顾 惹如我们敲尔 可是没有好下场 剧情接着下来 乔尔进入一种 隔渣无论的状态 看到了原本玛琳是想要把乔尔 送走而已 但对于火翼想要杀爱莉 当然是忍无可忍 爱莉已经是被乔尔认定 就像是女儿那样的地位了 更何况他们这个手术 完全没告知当事人实情 乔尔开始大害杀戒 包括压松他两个 接着一边敲尔寻找艾莉 一边干掉火星的人 也在一间手术室里面 发现医生护士正要动手 他们觉得敲开打伤 但倒是没必要挂掉医生 不过就这样 为了拯救艾莉 敲尔整个火厨去了 在这边挂掉医生 明明松开艾莉之后 就抱着人昏迷的艾莉离开 而虽然这些杀戮不是为他自己 是为了救艾莉 但满手血清 总是会因果循环源源源相报 挂掉了火星的人 马林甚至是医生 其实在这边暂时保住了艾莉 又能维持多久呢 再不再来想吐槽几句 说实在的 马林自己一开始 就不应该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如果当初不管如何 就自己亲自送艾莉 就不会惹出这么多事端 也不用严这一整处的 而严防疫苗 解药难道真的就没比较人道方法吗 这边如果不挂掉 无辜的人如果好好谈 找出更好的方法来研究解药 不是更两全其美吗 不过故事剧情总是这样 有遗憾不尽人意 反过来说 如果各位可以做决定 大家会拯救艾莉 还是牺牲掉艾莉 就全世界呢 而看到了 乔尔心一痕 就连马林也把他挂掉 因为他知道 如果没解决掉马林 后续还是会纠缠 但干掉一个马林 就真的没问题了吗 倒也未必吧 总结来看 就如同游戏的第一部 影集的剧情结束在 乔尔跟艾莉 他们要返回杰克逊 就是回去怀孕 汤米他们住的那个地方 不过呢 艾莉心中从此有了一个疑惑 阴霾 其实乔尔跟艾莉说了 他们不需要艾莉 回应他们研究 没有用 已经放弃寻找解药了 而事实其实是前面 逮不说的 为了救艾莉 乔尔把大家都干掉 但乔尔还是没办法 说出这个残忍的实情 就有看到了 第一季的结局 艾莉要乔尔发誓 乔尔也发誓了 结果艾莉 仍一副忧心忡忡 还是有所怀疑样子 当然 这些已经成了 后面第二季的浮皮罗 更是关心到了 后面乔尔的下场 完全是可以体会 粉丝对第二部 乔尔夫球的不满 如果有机会 可以改掉 这样的发展 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 有可能吗 玩过游戏第二部的 应该知道 最近后面 就关联到 乔尔艾莉 跟后面主角恩怨 做了关键的变动 等于影集第二季 就要跟着全改 然后为整个第一季 总结来看呢 跟游戏重点 在于偏重刺激的 冒险相比较起来 影集相对是更着重在 人之间 角色的情感 情境之中 说第三季 是一种比较大幅度改变 也还是相当战 关于比尔跟法兰克 爱的故事之外 其余场景剧情 其实都是有相当高程度 呈现了 大家喜爱游戏的部分 最后还是希望 乔尔艾莉 后面可以一切顺利呢 也暂时就先不去管 第二季 剧情会怎么发展 大概就这样 还有什么意见 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 最后生还者吧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 那就先这样咯 拜